大家好,我是美游行的小刘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家常版辣子鸡的做法 麻辣过瘾好吃,做法非常的简单 先准备几个洗干净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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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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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炸第二次是为了炸出表皮酥脆的口感 炸大约20秒关火 然后把鸡块控油捞出来备用 烤锅里留油,加入姜片和蒜片进去炒香 再加入多一些的花椒和干辣椒段进行翻炒 炒出花椒里的麻香味和辣椒里的香辣味 把花椒和辣椒炒酥炒出香味后 倒入刚才炸过的鸡块进去翻炒 让花椒和辣椒的麻香味淋入到鸡肉里面 再加入小勺的盐,一勺白糖 加少许的生抽翻炒 出锅前撒上白芝麻 翻炒均匀后就可以关火出锅了 好了,咱们这个家常版辣子鸡就做好了 里面的辣子鸡块和花椒全部炒的酥脆 味道完全融合在一起了 吃着香酥脆爽,味道又香又麻又好吃 做法简单,非常适合在家里做 做法简单,非常适合在家里做的 我们已经有很多的肉类 吃到一个肉类 做法简单 是2,5,5,6,6,7,6,7,6,7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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8